哦嗨大家好我是Bastion 这是今天的那个从短讲到现在做出来的成果主要是动态网址的部分 就是之前临时黑板它的网址都是固定的 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一个黑板 你在上面看到的都是固定的网址 它跟Hack folder有点像 那但是今天加入了动态网址 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你到CSS的临时黑板 但是我分享的萤幕只看得到内容 我没有办法把那个title也给大家看到 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把title给大家看到 就是它的title就会变成以CSS为开头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你的那个书签列里面收藏很多临时黑板的话 你就不会很混乱或者你要开很多分页都是临时黑板的话 你就不会看到一大堆临时黑板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名字 那这些名字就会出现在前面 而不会很混乱 那我现在比较需要的是征求一些入坑的人 因为还有一些土度还没有做 那现在这边一个是征文件写手 这是说明文件的优化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需要比较多的说明 比较好的说明 别人才能够知道怎么使用 然后需要YouTuber的帮忙拍剪接短片 需要前段工程师让工程流畅化 然后另外同时在这个除了网站之外 我还开发了Firefox跟Chrome用的插件 可以在那个浏览网站的时候 按一个按钮就把它存在临时黑板上 然后另外就是前端的APP的开发 那插件的APP都开发到一半了 但是土度的部分还是有一些要做还没有做完 那也希望能够征求在使用数位教学资源的教师 在上面创建资料跟回报错误 还有一般使用者能够在上面创建资料跟回报错误 虽然希望能够找到多一些人参与这个计划这样子 所以那如果想要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slack上面找到我 我的slack id是b 这样子 然后那githubrepo的话呢 在首页临时黑板的首页的右上角就有原始码 里面就有readme 上面就有邀人入坑的部分跟 简介的部分这样子 所以很希望可以邀请大家参与 呃 对 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因为好像能分享都分享完了 好那就可以提早提早结束